大家好,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甫 每日一字,這個背 背部或者背,動詞,背東西的背 那我們來看楷書,上面一個背,下面一個肉 這是月啦 然後它的筆順呢,我們說 比較楷書是這一樹,然後點,再過來 右邊,橫,然後再一個,彎,彎勾,彎曲啦 然後再月,這是筆順書 那我們呢,稍微帶一點點鹹書 筆順呢,還是維持這個,但是呢 這裡,有時候,會突出來,不一定像這樣子 我們來看一下 那一樣,先橫畫,然後帶過來 這裡會斷掉,突出來 然後這邊稍微,做一點點流動的寫法 這是背的一個稍微形態之一 那再來呢,我們說,筆順上呢 右邊這邊也可以類似 左邊先竖畫,來看一下 先竖畫,然後這樣 然後帶筆過來,連續動作 好,不要忘記,先竖畫 這樣連起來其實會讓人家污潤 但是還好這裡有一個帶筆動作 還可以蠻明顯的 當然你想要寫,突出來一點點也是可以的 不是不行 好,那我們來看,張孟芙就是這種形式 但是他的那個,牽絲更清楚一點 來看他的寫法 好,提筆,下筆比較重 連續性 好,塑畫 然後把它拉得很明顯 月,這邊 兩點,這樣留一下 代替兩點 好,這是背 好,然後呢 我們再更流暢一些 更流暢一些呢 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這個北,上面的北的筆順 會更改 好,會先這一點 再上來 然後這裡 再過來 維持差不多這樣 當然這裡不一定要彎 要直的 也行 也可以的 好,再來就是 北跟下面這個月的一個省略的書寫方式 但是,月在下面不能寫成草書 不能寫成這樣 在這裡 比較少啦 也不是不行 沒有,沒有看過 好,我們來看北的草書 還是回到這裡 剛剛本來是一個點 現在還是一個竖畫 好,寫 然後這裡 匕首 既然是匕首 匕順可以這樣 好,這更整理一點 好,這就是北的草書的一種寫法 就是這樣子 拿一個匕首 這個匕 這樣草書的寫法 要留意 好,那北呢 更簡單的寫法 這要留意一下 一束 當然左邊一點 右邊兩點 代表兩個東西 然後這也是一個省略 這個書寫方式 好,然後既然是北 除了這樣子寫以外 還會有另外一種寫法 我們來看一下 會先拉到有別人 像寫草字頭的感覺了 好,這種也有 但是不建議 不建議 因為會誤認 真的以為是草字頭 這種比較像北的一種草字 好,大家留意一下